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情怎么样 他就跟我讲说 到现在为止都还不错 但是将未来大概也许会就会不好 我就跟他讲说 我说此话差矣 我说神的 你是神的儿女 你不要这么害怕 或者这么样忧虑 记得 我说我们会越来越好 我就祝福他 我就告诉他说 你是义人 义人的路 向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直到日午 所以上帝一定会 大大的伺服在我们的中间 好 我们今天我们要读17章 这是大祭祀的祷告 14 15 16 17 这四章圣经 是耶稣最后的一段的讲论 而17章 是耶稣的一个祷告 这个祷告 是耶稣讲完了所有的话 他就为他的 他留在地上的这些百姓 这些儿女来为他们祷告 我们一起来读17章第一节 耶稣说了这话 就举目望天说 父啊 时候到了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使儿子也荣耀你 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 管理凡有血气的 叫他将永生赐给你 所赐给他的人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认识你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父啊 现在求你使我 同你想荣耀 就是未有世界一千 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 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 他们本是你的 你将他们赐给我 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 我们在读地诗节 凡是我的都是你的 你的也是我的 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 他们却在世上 我往你那里去 圣父啊 求你因你 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他们 叫他们合而为一 像我们一样 那弟兄姐妹 我就读了这几子圣经 一共六次讲到荣耀 那弟兄姐妹 十七章我刚才讲的是 这位荣耀的大祭司 现在他在神的面前 在上帝的面前 有了一个非常伟大的祷告 他是神的儿子向天父祷告 也是站在教会的元首 来为我们祷告 是整本圣经最神圣 也是最美丽 也是最柔细的 最诚挚 最感人的 这一个祷告 没有人能够真正能够 测度这一张圣经 所带来的祝福 跟这一张圣经 极大的丰富 有一个人呢 他就写着 这个十七章 约翰福音十七章 他用了 他写这本 就专门写 这个十七章 他用写了 这一本书呢 四百五十四页 他最后他说 我最后还是无法真正的表达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内心真正想要表达的意义 弟兄姐妹 我们只能够像一个可目的孩子 站在小椅子上 希望能够看见窗子里面 到底有什么东西 我们试着 我们来一起来看 那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这第一段里面 很重要的 讲到什么 就叫讲到荣耀 讲到荣耀 那第二段就讲到合一 明天我们再来讲合一 那荣耀 弟兄姐妹 他第一个 他说父已经荣耀儿子 这才能够荣耀父 那他父怎么样荣耀子呢 把权柄和管理的能力 来赐给他 那当然能够管理 所有凡有血气的 那然后目的是什么 要将永生赐给 那些属耶稣基督的人 那弟兄姐妹 感谢主 永生这eternal life 那一个永恒的生命 弟兄姐妹 这个永恒的生命 是要叫我们可以认识 我们的主 他是独一的真神 神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那弟兄姐妹 感谢主 那说父要这样荣耀他 就是把权柄管理的 这个权柄管理的职份 来赏赐给儿子 就这样来荣耀他 那好叫目的是什么 叫儿子这个做子 神的儿子能够荣耀圣父 就是透过这个 完成了父所托付给他的 这是第一个 他提到的荣耀 到第五节 他讲到那个荣耀说 父啊 让我能够与你享受 所创世以前 与你同有 原来跟你同享的 那个荣耀 弟兄姐妹 那个荣耀就是 耶稣降世以前 那个荣耀 父当他的名 写名给每一个 他的门徒看 那弟兄姐妹 这个荣耀是让他们看见 耶稣基督 其实是道成的肉身 来到地上 真的非常的卑微 我们看见他 也没有什么特别 他就是一个 很普通的人 你如果不认识他 你还以为他是路人甲 那但是弟兄姐妹 但是他里面是一个完全 那个跟三而一的 那个荣耀的神 是一样的 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神 现在主为赐给他的 能祷告 这样就求神 求天父 让我们这些人 能够认识 能够看见 耶稣那个 在创世以前 那个荣耀 那弟兄姐妹 最后一个荣耀 就是耶稣 因我们要得到荣耀 这是很稀奇的 他已经这么荣耀 那竟然要透过我们 这些这么渺小的人 那弟兄姐妹 感谢主 因为我们是被他救赎的 他把我们 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那原来是被 魔鬼所挟制的 我们落在罪的里面 我们被罪恶 捆绑跟挟制 但是弟兄姐妹 感谢主 我们可以 靠着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完全的过 不一样的生活 那弟兄姐妹 真正看见 许多的见证 让我们非常深深的感动 特别 他们走过 非常困难的环境 或者是堕落其身的 光景里面 上帝 把他们一一的救出来 而让他们能够变成 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过不一样的人生 弟兄姐妹 我们充满的感恩的心 你我都是 耶稣基督的见证 每一次我们做见证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荣耀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看见 这个有三成 第一个是父来荣耀儿子 儿子也来荣耀父 第二个荣耀是 耶稣基督原来的那个 在创世以前 他原本的那个荣耀 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们的主耶稣 不只有那个荣耀 他还有一个荣耀 就是我们这些 这些被蒙救赎的人 来荣耀他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每一次 进聚会的时候 我们唱诗赞美神 每一次我们读经祷告 我们赞美神 我们RPG的时候 我们第一件事情 先来赞美他 弟兄姐妹 这都叫我们的主 得到极大的尊荣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让我们 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我们确实爱他 多么的美好 在上帝的面前 主与你同在 Amen